根据网站LandingTree的一项最新调查 由于菜单价格上涨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 吃快餐很奢侈 LandingTree采访了超过2000人 对快餐的看法 以及吃快餐的频率 发现有八成的人表示 因为价格上涨 减少了吃快餐的次数 其中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因为经济困难 吃快餐成为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尤其对于年收入低于3万元者 由小孩的父母 C世代和女性群体而言 根据资讯网站Finance Boss的调查 自2014年以来 快餐的平均菜单价格 上涨了39%到100% 而总体的通胀率则上升了31% 其中 麦当劳的平均菜单价格上涨了一倍 Popeye上涨了86% Toco Bell上涨了81% 不过 快餐店也在考虑推出更便宜的套餐 如麦当劳近日宣布 将推出5元的超值套餐 Wendy's推出了3元的早餐套餐 以应对该情况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 210 salmon 410 salmon